胡錦濤有個口號叫不折騰 但實際上胡錦濤時代其實也沒有少折騰 你單單是爭地拆遷就引出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就不用說了 不過和今天的習近平相比 那習近平才是大折騰亂折騰 才是胡折騰 所以胡錦濤跟他相比 就為免小巫見大巫 那麼習近平統領的一個很大的特點 那就是他的全方位的折騰 在各個方面都是所謂大有作為 那從習近平身上我們就可以理解了 為什麼古人都常常要主張統治者要清靜無為 不鼓勵皇帝浩大喜功 那道理就在這裡 因為你皇帝你一旦浩大喜功 那你不但你要不可避免的 你會擴大你的權力 你會侵犯人們的那種自由 而且也會使人們生活在一種極大的不安定之中 而做這一切的最後的結果呢 無非是為了實現你心目中的那套理想 而你慣失這種理想的手段 本身就是極其惡劣的 所以從這次上面對你出現的好幾件事情 那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刻 那就是印象就是對人權的這種粗暴的踐踏 所以而這種事情呢 又發生剛好發生在世界人權的前後 那也是個非常大的諷刺 並且是靠北